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球聊望 我是郭重文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 美国政府关门的危机 其实这也发生整个的民主政治的危机 美国政府关门其实并不是 什么样子的稀奇的事情 过去41年里面有19次的关门 那平均是两年多就一次 上一次的关门是在2013年 当时是美国的总统跟参议院 都属于民主党所占据 然后它的众议院是共和党主导 可是这一次为什么这么特别 主要是因为这一次是 共和党占据了总统 众议院以及参议院 上一次的争议主要是因为欧际健保 当时的共和党不肯拨款 给欧际健保相关的预算 这一次主要是涉及到80万非法移民的子女 民主党这边希望他能够继续留下有合法身份 但是如果是川普不肯签署的话 他就不通过预算 但是川普是说你如果要我同意的话 必须要同意拨款新建墨西哥跟美国边界的围墙 有一度川普同意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妥协的方案 当时国会的共和党跟民主党两党都已经提出一个共同法案 可是川普的24小时内就变卦了 身边的人有跟他讲说现在民主党是处于一个弱势 只要再加强压力 其实民主党还可以让步更多 然后就将到现在 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在这个周末 同样也会让大家开始讨论到民主政治的危机 是德国的联合政府 德国在去年九月大选以后 这个联合政府一直难产 总理梅克尔原来是希望能够组成一个 由绿党跟自由民主党 还有自己的基民盟 成立的一个叫做亚买加的政治联盟 因为根据各种不同的政党 它的特别的颜色 像加买加的国企 可是后来就破局 好不容易现在又回过后来 基民党 基民盟要跟以前联盟的伙伴 也就是社民党重新组成一个大联盟 社民党原来是不愿意的 后来好不容易在全德国的压力之下 同意在今年年初签署了联合政府的大纲 这个礼拜天的时候 社民党开了一个特别的党代表大会 通过了这个方案 不过最后的细节 也就是所有最后的联合政府协议 要到三月的时候 经过全体党员的投票才能够通过的 老实说这个社民党是不同意 跟这个基民盟组成联合政府的 因为尤其是党内里面的七年的这一派 在青年党部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选民根本没有办法分辨出究竟你的主当跟基民盟有什么样的差别 那所以一直反对 老实说到了三月是不是最后的协议会通过还是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现在只是勉强过了第二关 第三关就是最后的全体党员可能会否决这个事情 我们知道美国跟欧洲分别发生的这两个政治现象 其实会让我们考虑里面有好多层次的问题 首先民主政治现在目前这个形势上面的确是出了很大的问题 现在的欧美不是两个大的阵营一般所说的自由 或者是社会主义这两个主要政党 现在已经是破碎化 不仅是两大阵营这里面变成小党林立 美国的政党原来就不像这个对于内阁字一样 对自己的议员有很多的约束很多纪律的要求 我们看到在欧陆的政党现在更是像很多国家发生的情况 比利时包括荷兰现在德国也发生这样的情形 现在不仅是没有一个过半数的执政党 甚至没有一个稳定的执政联盟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知道德国是欧洲国力最强大的政党 大家期待他能够领导欧盟 甚至期待梅克尔能够对于川普有某些制衡的作用 可是我们现在却看到连政府都阻不成 现在已经快要半年了 这是非常让人家担心的 第二个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欧美的自由主义 原来他是希望尊重个人的自由跟个人的权利 他希望限制国家的这个所谓大政府 所以他希望都是一个小政府 希望能够用制衡的方式 让国家不要侵害到个人的权利 美国的宪法最为明显 它行政 立法 司法 各自分立 各自制衡 那甚至连立法机构的分头两月 人民在投票的时候 往往也是自己会配票给不同的机构 我如果总统选这个党 我的国会议员就选另外一个党 务必希望能够维持是一个小政府的规模 可是这个宪政设计是在很早以前 17世纪 18世纪 那个时候还是北美13周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适合现在20世纪的社会需求 我们现在要不要一个有效能 能够赋予政府更大能力的大政府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思考的 最后当然民主自由的政体的反面 就是一个独裁极权的政体 权力集中没有政治的纷扰 看起来是一个好事情 但是你愿意用独裁的政体 来取代现在目前的民主政体吗 我们看到北京前的时候清理所谓低端人口 一夜之间把这些几万人赶到街上 挨动受苦 那这个是大家所愿意做到的吧 我想如果不愿意的话 现在面对民主政体的诸多问题 我们又要怎么办 今天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